請坐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平安 大家好 我是潘信信 潘信信 我的題目是台灣體育運動的回顧和展望和展望 這個台灣民政府 為順序的論述的時代 已經正式要做一個政府的時機 說到政府呢 包羅萬象 那就是很複雜的很大的組織 體育運動也是其中之因 所以才有今天我在這個地方 來跟大家來分享 遊貫台灣的體育運動 我 我 還沒進去這個台北以前 我 我一段時間我自傭介紹 我自傭介紹 我潘信信 自小孩就要運動 要運動 因為剛才我的家的旁 就是台北修圓 修圓學校 我跳過 穿過 就是運動 就是台北修圓的運動 現在台北修圓 現在叫做台北 體育教育教育大學 台北教育大學的本部 就是在那個地方 台北修圓的 他有體育科 因為我 都在那裡運動 所以跟他們體育科的人 都很熟 都變得很熟 雖然我那個時候是初中 他們是國中 但是 邊邊都是要運動的 他們的讀書 叫做吳萬福老師 五萬俗 這個在挑戒的人 差不多都知道這個人 這是一個台灣挑戒的一個 的騎勞 騎勞 他在 我在說這個事情 在那裡運動的時候 是差不多六十年前的事情 六十年前的事情 這個 雖然在六十年前 但是這個 這個老師 吳萬福老師 他在跟我們訓練 都用 用科學訓練方式 科學 科學的方法 在訓練 在 六十年前 在體育界 體育界 運動界 沒有那個 那個 那個科學 運動科學的概念 我在 我在招 招招 招招 招招招 招招就好了 之後再練一個 旗袍就好了 結果去參加他的 那個韓訓 韓假訓練 哇 一個月裡面 每天就是 剛才在舉重 舉重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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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 走 走 兩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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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無聊啦 很無聊 爬樓梯 爬上去 爬上去 下樓梯 上樓梯我們還可以想像說 那是訓練喔 下樓梯也是啊 訓練節奏 訓練你的節奏 在那個時候 我都認為說很怪 怎麼會有這樣的訓練法 那年我就去參加中上聯運嘛 中上聯運 現在呢 就叫做全中運 還有全大運 那個時候 兩大運跟中運是合起來 叫做中上聯運 我們 很多人都已經有這個基 中上聯運 那年我也拿金牌 我是小中 我兩百塊 我早28秒鐘 我也拿金牌 那個 那現在 全中運拿金牌 那價錢就很多了 連建中也不會 現在我看建中 田征堂很強的 很強的 所以都是金牌的 那些電競的 我那個時代 那個中山聯運的金牌 比較沒有價值 比較沒有那麼價值 太早 那個時候 台灣的運動 都是草創的時代 這個 這個 烏安婦老師 對我來說 都是用科學方式在訓練 想不到 五十年後 對我很有路由 五十年後 我 1982年 第一次 但是國家隊 會高連 會高連 那個訓練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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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 電競 改行的 電競 我沒辦法 因為我這個身材 不夠格 這裡面有 那些貨的身材 很好 那是電競 很好的身材 我這個不夠 所以我 沒有 雖然 一生 最大的 我的夢就是 要做一個國手 但是不可能 我的身材是不可能 我就想說 三十幾歲了 還要到三十歲了 的時候 喔 突然就有機會 因為 日本齁 日本有一個 很 很 發展到全世界 很有名的 那個 那個運動 齁 其實我武術 叫做空手道 齁 我 19 19 18年的時候 第一次 我看到 我馬上就是 加熱 馬上就加熱 我運用我過去的 那個 那個 那個科學訓練的方式 自己自我訓練 這樣齁 很認真 人家是一禮拜是練三天 我一天練三次 所以齁 三年後 要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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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去參加 本來是要做國手這個願望是不可能發生 結果這樣來的時候 我就認真去參加選辦叫我選條 我終於在要30歲就選條國手 完成我個人的願望 這是我一個小歷史 之後我再來就不覺得還做選手 他吃頭肉結婚了有孩子 所以到時候就做九年 參加科技就變九年 1982年 我是1971年參加世界杯 之後再幾十一年之後 我這裡做國教隊的教練 是一個菜鳥的國家隊教練 我是只有這樣集合啦 代操啦 熱身啦 這樣而已 但是 我提出來的那個訓練計畫 連那個座椅我那時候都在座椅 你看我覺得這個訓練計畫 非常不錯耶 其實喔 我是有備而來的 我自己本身就是英國 就是太遠 這個科學訓練的那個 之後我要去做 我很慎重耶 我去找什麼你知道 找記證 去找記證 我現在要去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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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我現在的üyorsun 我自己要做做做做做 你 evento 會幫他 Rad 他說要跟我rada 跟我一樣的相交相 Between 所以他說還是要中 narrative 要中視頻讀 兒哐 無誤 還中概訓練 創減唱費 會跳起來 有備速的成長 還有速度自己很快耶 一般來說 你舉重了 肌肉電腦了怎麼速度快 錯啦 就是要肌肉很大 肌力也很大 所以你才有速度 他在那牠牽到兩點長久 之後我這裡做一個計劃出來 他還送我兩分子 他怕我那個 因為坦白說 他在百貴的時候 那些運動 像電鏡以外 還有一些運動 對這個科學的訓練 還有概念說要再檢查 所以我拿出來的時候 我本來的訓練都照老高年人的狗 到時候那些酸酒 撞不住 因為太無聊了 沒有東西 那些連都是連那一樣的東西 可以連 那牠牠一天幾就也六秋十的分年 差不多都分年一樣 別說只要洗豆漬就好了 只要洗豆漬就受不了 牠牠高雄又熱 早上連連連 全身都很冷 現在牠牠要連 牠牠那些衣服穿不下了 都淡了,所以要去洗,要再穿一層,要再洗一層 那堂衣都很高了 現在都比較薄了,英國都說我都很高了 都用磅布去做,都在日本清口 一台洗衣機,只能洗一瓶而已 想不到說,英國的我認為是甚麼的訓練 到現在,你如果沒有這種訓練 你根本就沒有自己去參加國際比賽 這就是我過期的經歷 跟一九九四年的時候,那時候 亞洲奧林匹克委員會 亞洲運動會 亞洲運動會,正式接納 做為正式項目 我就附到火車,一九九四年 第一次參加亞洲運動會 在廣島,広島,亞洲泰國 後來再說 因為我用新的方法去訓練的時候 我是,那個訓練,所以那個行程都很好 那年就已經不錯了 後來呢,一九九八 在曼谷 曼谷亞運 一九兩千空兩年 在虎山 那四年一敗 四年一敗 參加這三遍 後來我就做到中九年這樣 為菜鳥做到中九年 這大概就是 我過去 我過去 運動數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光彩 但是 我對運動非常了解 非常了解 至少 至少 到現在是超過六十年了 那個時候才五十年 五十年 泡一隻的地方 裡面 康仔香都很了解 我 我在兩千空六年的時候 我有去過 我 過 過 體委會 過體委會 因為 有很好的政策 你們 體委會成立 你們都要延續 他不是 他把它改 改成 他自己方便 公園 少做一次 少做一點 少錯一點 就把它改 好的政策 把它改一個 全都沒有去 我是糟糕的 我糟糕了 我已經退休了 我沒有在怕什麼 所以二千零六年 我就跟他 告體委會 直接就 就進入那個 行政法庭 高等行政法庭 因為他是中央級的 所以我告他 所以 那個時候 真正好 林博士 那個秘書長 也是二千零六年 去過美國 那時候我還沒有參與 那個 那個台灣民 那個時候還沒有民政府 那個時候叫做 法理建國會 現在叫做法理 法理論述 法理論述 那個 預期同工 通工 那 之外就是 不符 不符 那個 那種的 那種的官僚作風 挑改不能這樣子 體育界 是靠什麼 靠那些 很多那種 對 體育運動 非常熱忱 那種 熱心 熱忱 才把它稱讚起來 不是那些 國務人員 坐在那裡 這樣體育就會 會進步 結果呢 我們的政策 就是說 所有的都 都要聽他的 你想想看 體育界 體育運動界 你如果將選手跟教練拿走 剩下什麼東西 剩下沒有 什麼都沒有啦 結果這些人 最重要的人 農工 關到這樣 沒辦法 反覆他 一點點 一些有的熱情也都沒有了 所以我 那時候我退休了 我兩星空兩年 我 負債亞運 結束了 我就宣布退休 因為我超過六十了 在那 那個 做贏的那 國甘隊的 所副的教練 我最老 我跟一個教練 那個優秀教練 叫張槍向賢 我兩個 想再老 我 我好像又比他 老幾 幾 幾天 所以 兩千塊兩年 福山亞運 帥了 我就宣布退休 所以我 我沒有什麼顧忌 這就大概就是我 我過去 這個 這個 運動宿 然後 我來進入這個 台灣體育運動的回顧 展望 我 首先 我就是 稍微解釋的是說 什麼叫做 體育運動 又是體育又是運動 那到底是什麼 他們兩個是 這是兩回事嗎 其實呢 它是 一回事 它是代表人類的一種行為 一種 一種活動 一種最原始的活動 一種最原始 有人類以後 就已經有存在了 一種活動 那麼這個活動呢 你哪表現在競賽 比賽 競賽 競技 的時候 叫做 運動 你哪表現在 學術 或者是教育的時候 那麼 他就變成 體育 體育 那就是他的 他的 他的那個 表現的方式不同 所以就有這兩種名稱 其實呢 都是同一件事情 就代表人類的一個 最原始的一個活動 什麼 什麼人類 體育運動這樣 應該是了解 競賽 比如說 運動會 奧運會 亞運會 全國運動會 體育呢 台北體育學院 台灣體育學院 還是說林口體育學院 體育大學 現在已經開始大學了 台北體育學院 現在 現在應該是 改成台北教育大學 合併 合併 最近的事情 都用體育嘛 他不是說運動大學 不是運動大學 當然也可以用說 運動大學 但是 比較習慣上 比較沒有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人類什麼活動 就是 追溯到 突然有人類是 那時候 人類是 人緣 人緣的時代就是 腳跟手在走 四肢腳在走 到有一天他突然站起來 變成兩個腳在走 這個時候就可以拿工具啊 就可以弄一些事情 那個時候就從人緣就變成人類 那麼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什麼 也是一樣 顧把肚子 就要顧把肚子 他就要去 到外面去找 所有的糧食啊 水果啊 蔬菜啊 那比較簡單啦 有的沒來吃 那就是素食 素食喔 他 就是他的這個蛋白質喔 比較粗髒 都要吃很多 你才能獲得他需要 所以 人類就發現說 欸 如果吃肉 直接就變成蛋白質 那是最高級的蛋白質 你要吃肉 你知道嗎 你就要怎樣 你就要去打蠟 要去打蠟嘛 你沒有打蠟 你拿來的肉可以吃啊 那個時候你想想看 上百萬年前的 人就是這樣 每天一醒過來就是準備要去打蠟 打蠟打蠟 有時候會被蠟打 那這種情情之下 我們就把這個這一段的時期啊 把它定位為 人與獸鬥的時期 那個時候的體育運動 就是 人與獸鬥 那麼人類喔 他智慧高啊 所以他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 人數越來越多 從一個家庭 一個人兩個夫妻兩個變成一個家庭 一個家庭以後就變成一個家族啊 家族以後變成宗族啊 宗族以後就整個社會啦 然後變成一個幫啊 或者一個國家啊 他逐漸在變化 因為人類的智慧非常高 是所有的動物 所有的生物裡面最高的 一直變化一直變化的時候 他的這個組織型態就開始變化 這個時候就變成什麼 人跟人鬥啦 不只是人跟獸鬥 人還是繼續存在 他還是要生存 然後呢又進化到說人與人鬥啊 因為你這個宗族你要發展 或者是人家來侵略你 他要發展要侵略你啊 你要抵抗啊 所以變成什麼 人與人啊之間的就鬥 這個時期呢 就從人與獸鬥裡面進化到人與人鬥 人與人鬥的時候啊 這個時候的死亡率就很高了 人就是戰爭嘛 經常在鬥經常就是戰爭嘛 如果戰爭的時候就有死亡啊 到處都有死人啊 尤其是那些做母親的 剛才那時候也有母親在靠 靠我兒子去戰死 去戰死 所以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那麼到三千多年前的時候 在歐洲有一個民族啊 他們很聰明他們很會思考 他們很會思考 這叫做希臘 希臘 希臘民族 希臘呢 它是一個城邦的形態的一個國家 一個城 一個城 就 就獨立 就成為一個政府 那麼 他們政府之間 常常有鬥 有很多死人 所以他們在這樣思考 說 偏偏說 剛才在鬥爭啊 在鬥爭啊 那沒辦法 來發明上的鬥爭喔 不會死人啊 偏偏也是在鬥爭喔 但是不會死人啊 他們有真有智慧 他們就開始就這樣想 想到後來說 這個觀念不錯啊 不要死人啊 但是也是 滿足了你那個鬥爭的慾望啊 偏偏也說 我這個 這個城邦跟你的城邦來 鬥看看 看什麼 你派出來的代表 我派出來的代表 表看看 我贏你 這樣也是 表示 一種的那個榮譽感嘛 那麼 後來他們就認為說 可以 可以考慮啊 就是什麼 從戰場上面 用的那些 保守 那些方式 砍啊 打啊 追啊 什麼 丟啊 或者是 騎馬 騎戰馬 什麼 等等 這些戰爭的 保守 方式 通通把它 移到 一個地方 大家來派代表 來比賽 來比賽 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 不可以拿武器 不准拿武器 為了這個不准拿武器 變成什麼 選手啊 都要拖光光的 選手都要拖光光的 表示沒有武器嘛 要不然你黑白藏啊 會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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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就 辦了這樣的一個比賽 試試看 就是在 希臘的 的郊外 其實說郊外也是幾十公里 他們有一個 一個 是雅典 我是說雅典 雅典的交換 他們就 那個地方叫做 奧林匹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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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地方 是他們 西亞人共同在 尊 那個敬拜神的一個地方 敬拜神 的一個地方 那麼他們選擇 四年 一次 要在那邊辦一次比賽 辦一次比賽 那辦比賽的那一年 任何人 任何一個城邦都不可以 引發戰爭 不可以 那個是神聖的一年 和平的一年 友誼的一年 任何人 或是任何城邦發動戰爭的話 眾神 會處罰你 這樣 所以大家 那一年就沒有戰爭了 就不再有戰爭 但是呢還是有鬥爭啊 鬥爭 這個鬥爭呢 就沒有武器 沒有武器 沒有武器 在那 就比賽 你在建場 不外風就是 走啊 跳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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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搏機啊 等等 這些都給他客人來 就要訓練 為了要讓這個 比賽的人 去參加比賽的選手 他們都有專業的訓練 不才不會亂打 亂打 的時候 所以 那一個 派出來的那個選手 都要有一個證明 證明 證明說 有參加過 十個月以上的訓練 專業訓練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就想出一個辦法 就是說 那個 你承搬派人 來那個雅典 來這個 這個 歐林匹亞這個地方 歐林匹亞呢 他們有專業的那個 教練 現在叫做教練 那個時候 叫做什麼 我不知道 其實他那個工作 也是有裁判的意思 訓練四個月 又在那邊嚴格訓練 十個月 然後時間到了 就上場去參加比賽 你各自看你代表的是哪一個長榜 長榜 那如果贏 就金牌 就冠軍 就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用櫃 櫃花的那個樹 那個那個就摺一個帽子 櫃冠 那叫做櫃冠 只要這樣 但是這個桂冠的得勝者 他如果回去自己的城堡的時候 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榮耀 很多很多的金錢 很多的金錢 大家都把他當英雄 那麼 那些雕刻家 就按照他的那個姿勢 就給他雕刻 就給他雕刻 詩人呢 就寫詩 來 榮耀他 所以說 我們現在三千幾年後 如果去歐洲那個 那個保護館 都有很多那個 湯康康的人 丟鐵餅啊 標槍啊 有那些動作有沒有 那個都是三千多年前 留下來的東西 所以現在在保護館 這樣呢 就形成一個怎麼樣 現代 體育運動的形態 在三千多年前 就已經形成了 就是正式形成了 就是叫做 古 那個 雅典時代 就是希臘時代文化裡面的 奧林匹克運動會 因為他是在奧林匹亞 他們就每四年就辦一次 總共辦了一千多 一千多年 那個地方我去過一次 因為那是一九 不 兩千 兩千零一年的時候 那時候 那個 那個什麼 紐約那兩棟大樓 被賓拉登把它創了有沒有 創了那一年 我是在左營那邊 看到那個電 那個新聞我以為那是電影 結果哇 那是真的 嚇死了 再過幾天我就要 我們就要做飛機要去 去希臘去參加比賽 去雅典啦 喔 我們的領隊 就是我們的協會理事長 卡電話來說 我們教練啊 你兼領隊 我不出去啦 你不敢去 怕死 因為要用飛機這樣摘下去啊 從他的房子摘下去 那真的是 真的是 不可想像的恐怖啦 我 我 我 在那 分年三個月啊 沒記 怎麼可以 用著頭皮 拔掉 飛機上面真的 差不多剩三分之一的人在坐 親切大家都可以倒在睡 好 去那之後我們比賽賽的時候 我還要安排就是去 歐林匹亞那個 那個 那個所在去看 看那個面懷 三千幾年前的歐林匹局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對 對運動員來講 那個就是一個最神聖的一個地方 這是 題外話 好 那麼 現在的運動 已經 在三千多年前 他的形態已經完成了 完成了 那麼一直到 1896年 1896年的時候 1896 1896年 對 1896年 法國的一個 一個 一個貴族 他就聯合歐洲的一些貴族 他說要恢復 古古時代的那個 奧林匹克 他就是贊成 所以在19 1896年的時候 就第一屆 這個現代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正式在舉辦 又恢復 恢復 恢復 恢復奧林匹克運動會 一樣 他選擇也是在 雅典 雅典的那個 奧林匹亞那個所在 舉辦 第一屆的這個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 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1930年代的時候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希特勒 希特勒 他在柏林奧運 柏林奧運 一想說要用柏林奧運 要好好的展示一下說 他的那個 阿里亞民族 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 什麼民族啊 德國什麼 日耳曼民族 對 日耳曼民族非常 全世界最優秀的 所以呢 他就叫 所有的 醫生 科學家 來研究 就是現代運動 他的運動的訓練方式 用現代化的 用科學化的 那麼從前呢 就是要運動 這個體育 就從那個時候 就開始了 然後慢慢又發展 又發展 發展到最後 就必須要有 大學 設立那個大學 體育系 來發揚 光大這個 現代科技 所以 所以在1930年代以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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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成績 是突飛猛進 突飛猛進 他們本來都有設 人類的極限 比如說一百公尺 走十秒 走十秒 就是 就是人類的極限 現在呢 現在 那個 走十秒 在美國 高中的學生 就可以跑到十秒 高中學生跑到九秒九 所以那個成績 突飛猛進 這就是拜這個 那個 體育 體育之四 運動的成績才會 才會起來 那麼 這個是 那個體育 現代體育運動的 整個過程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當然 也許有很多人 比我更清楚 不過 我所了解 就是只有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 要來作為我們 台灣體育運動的 一個回顧 開始要進入 台灣體育運動 回顧 那麼 要做回顧 體育運動 太龐大了 那我就 選兩個人 來作為 一個代表 台灣運動 台灣體育運動 時代 最旺盛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情況 現在也不錯了 現在也是很不錯 現在在世界的體育運動界裡面 像王建民 還有一個銀 銀什麼 陳偉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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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還有那個女子網球的 那個什麼 書什麼 書什麼挺 他很小的時候 我就看他 在左營這樣跑來跑去 就在訓練中心裡面 吃飯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他們一家人 爸爸弟弟哥哥 通通都是在左營 好像 特別允許他們 因為他 他爸爸完全投入 這一點是 蠻值得 值得鼓勵的 我要提出來這兩個人 一個呢 是叫做楊傳廣 楊傳廣 我相信有很多人 都知道 但是很年輕的大概 恐怕就不知道 另外一個呢 就是 就是當然 男女要有別 要平等 另外就是女孩子 叫做極正 極正 我提出這兩個人 來作為一個代表 來一個回顧 來一個作為一個回顧 那麼剛好這兩個人 跟我都有一點點關係 剛好都有一點點關係 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那種關係 但是我剛好 生活上 或者訓練上 有一點關係 先講到楊傳廣 楊傳廣他是 他是我們百分之一百的 台灣人 他是高山族 高沙族 高沙族 是阿妹 是阿妹 阿妹 那 他年輕的時候 就很 也是中山年運 也是拿 跳高跳遠的金牌 但是他身高很高 186 186 那 是一個很年輕的一個 傻傻的一個小孩子 年輕人 也是我的那個同樣一個老師 就是我剛才講的吳萬福老師 他也就是 亞運 亞運培訓隊裡面的一個 教練之一 阿妹看這個楊傳廣 這個年輕人 我這麼好 這麼優秀的那種身材 我看他的成績都不錯 他不只是他的專長是 跳高跳遠是很棒 他們怎麼樣呢 他就跟楊傳廣講說 楊傳廣 你去跟那個 跑100公尺的選手 你跟他跑 跟他比賽 贏的話 牛肉麵一碗 那個時候 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前的時候 一碗牛肉麵不得了 這也是那五萬五老師跟我講的 那我才知道 楊傳廣就跟他們比賽 一比 他就比100公尺的選手 還跑得還快 他們就 那些教練就很壓抑 他說 你去跑跑那個400的 跟那400的選手 跑一次看看 贏的話 再一碗 楊傳廣說 好啊 來啊 來啊 那就 再去跑 他還是贏 他是贏400的選手 他是跳高跳遠的選手 但是100也贏 400也贏 後來這些 這些教練 那些培訓隊 他們也是要去參加亞運 亞運的時候就要有先培訓 培訓完了以後才有集訓 培訓的時候 培訓的教練就 大家都喪亮了 我這個不得了 這個不得了的人才 來把他訓練成實相好不好 實相 那 那 田徑裡面 實相 完全不適合於我們亞洲人 因為我們的身材什麼各方面 都不太適合 都是 歐美國家的那些選手 他們 都他們的天下 就對了 我們現在說 哇 我們出一個這種人材的時候 我們也要把培訓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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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參賽亞運的時候 就拿金牌啦 果然是拿金牌啦 從此以後他就奠定這個洋蔥廣 稱為十項全能的運動員 那麼隔四年之後呢 尤其參加第二次好像是曼谷吧 我也不曉得 我不記得啦 曼谷辦亞運辦太多屆啦 因為他是整個亞洲裡面最先進的 那個時候好像是因為是英國殖民地的關係 他們很先進 所以亞運常常都是選擇在曼谷 要不然就是雅加達或者是菲律賓的首都 那那洋蔥廣啊 就第二次由亞運拿金牌以後 他就被稱為亞洲鐵人 亞洲鐵人 洋蔥廣 後來呢 那個體育協進會 體育協進會那個理事長 官松生 他是一個 那個時候就是很有名的一個建築師 他就認為說 台灣已經沒有辦法再去教這一個人了 就要送到美國去這樣 所以他募集一些錢 所以他把洋蔥廣送到美國 送到美國去訓練 到美國南加州大學 南加州大學分部 U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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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LA你如果定金街 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最有名的 世界有名的那些運動選手 很多很多都是從UCLA出來的 亞洲鐵人就到哪裡去 接受美國人的訓練 他的同伴呢 也是美國人黑人 他是這個黑人叫做Johnson 這個Johnson呢 他是前一屆的奧運會的金牌 十項 十項運動的金牌 他們兩個就排在一起 都是接受同一個教練的訓練 這個洋蔥廣呢 去了 跟他那種很菜鳥嘛 還是菜鳥嘛 所以成績都還在 還在這個Johnson之後 不過很不曉得從什麼開始啊 他的成績超越那個Johnson 超越Johnson 成績就一直跑 從六千多七千多總分 總分六千多 在亞運是六千多的金牌 沒有七千多 到八千 眼看著快要到九千 九千都快要破掉了 那九千的時候 到已經九千了 真的是破洋蔥廣第一個破 九千 九千分 這下那個世界田徑總會 田總 他們就緊張啦 開玩笑 這個計算方式的最高點是一萬點 照這個人呢 那個進步 他很可能不久以後就破一萬點 所以沒有那個計分的方式來計分 那個時候就糗大了 那個田總就 世界田總就 老開台了 所以趕快 趕快再去變更 這個十項運動的計分的方式 就是為了洋蔥廣 他一直破一直破 他的成績始終在那個 Johnson的前面 Johnson的前面 十項運動裡面 十項運動裡面 洋蔥廣贏這個Johnson七項 只輸三項 三項就是三鐵 三鐵啦 我們亞洲人 那個國際 總是不像他們的 那個美國人 那些那些粗大 你三鐵都要粗大 洋蔥廣 他是走跳 所以不能太粗大了 你三鐵就受到影響 好啦 他們 他們實在是受不了 田徑來說 你亞洲人來讓你參加 就已經是很大了 這個十項這個東西 就是那個歐美選手的競爛 競爛 結果沒想到冒出一個台灣 冒出一個這個CK洋 CK洋出來 喔 這樣這樣 把他們 通通 通通 把 打到那裡 變陰 變陪 第一 就是台灣 台灣的 台灣的 亞洲人 洋蔥港 CK 那個時候 哇 我在台灣 很有名 很有名 小學生寫作文說 我將來要成為蔣總統 這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這個消化 但是 他如果離開台灣 沒人辦什麼 講解釋 沒人辦 全世界的人 大家都知道 CK CK洋 如果說CK洋 這個 了不起 非常有名 世界田總統 就未來 未來洋蔥港 他不得不把那個 十項的一個 計分方式 要把它更改 也利用那個十機會 把怎麼樣 把三鐵 這個洋蔥港最弱的這個三鐵 它的 基本的比重 比重 加重 加重 你如果要照 古早的那個計分方 那種的比重 洋蔥港 始終在前面 他們就是用這個 現在 那個 積分的比重 三鐵的積分比重 加重 加重 加重的時候 洋蔥港 這個 Jongson 他的性質 跟洋蔥港 兩個 有在拚 變成有在拚 沒有了 就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在羅馬奧運的時候 大家也認為說 洋蔥港應該拿 一個金牌 結果 就是因為這個分數 計分方式的改變 所以洋蔥港 現在變成說 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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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 六七十點 六十 為什麼不適合 我就想說 輸了 他也 怎麼也一樣 贏七項 十項 裡面我贏你七項 是絕對贏的 他就輸你三項 就輸了 這個有 有一點那個 那個 詭異 這詭異 你贏三項 就可以贏 這種 這無合理 這種的無合理 洋蔥港是這樣的輸掉 但是那個時候 所有的觀眾 羅馬奧運的那個觀眾 兩塊金牌 兩塊金牌 都這樣畫4K一樣 4K一樣 4K一樣 那記者 補照跟下照 應該這一次要頒兩塊金牌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是這樣的 大家看不太會做 兩記者 外國記者 都下 都這樣下 應該兩塊金牌 沒辦法 這個 這個 這個運動 是 他們 別人 他們的那個歐美 都控制住了 你沒辦法 不然我們就 寄望 後來 東京奧運 那時候 Johnson就退休了 他沒辦法 他年紀大 應該怎麼看 穩鐵 穩鐵 那是穩鐵 結果 很不幸 才變成 好像第四 第六 東京奧運 阿林比哥的金牌 實在是真的是要這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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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什麼 人地事物 沒有 那個 那個 都要很剛好 才有辦法 拿到這金牌 不是說你性質 很好的 就穩鐵了 不一定 你運氣 如果壞 你就沒辦法 這個 這個 他們怎麼說 他們 那個 東京奧運的時候 有一個 有一個選手叫做 馬青山 馬青山 青 青 青天的那個青 馬青山 他是 中國人 是中國人 他是社級選手 社級選手 他 為了 想要投共 他要投共 為東京 東京奧運想要投共 他就要怎麼樣 建功 那個時候 楊聰廣是世界第一 他就 楊聰廣 這個 這個飲料 楊聰廣是說 這是都那個 同事 拿起來喝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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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辦法 變成 像是中國人的樣子 就是 我們 在奧林匹 那個 沒拿到金牌 就是這樣來 不然是我們拿 我們拿 這個 楊聰廣 楊聰廣 他是非常偉大 在全世界 大家都曉得 7K洋 我是怎麼 跟他接觸 我其實1980年 我就 在座營 訓練中心 就都 刺刺刺刺刺刺刺 但是 看 都看了一個身影 一個 好像一個塔 我 在座 田徑 都在那裡 知道那是楊聰廣 但是我不敢去 他人 楊聰廣 你好 不敢 吃飯的時候 在餐廳裡面 正中央的 第一個桌子 就是 永遠是他一個人坐在那裡吃 孤單老人 所以 我在 2001年的時候 在座營 他準備 福山亞運的時候 那個 柔道教練 柔道教練 張向賢 還有總教練 這個在座營也是很有名的 他就來說 班教練 我們來陪楊聰廣吃飯 我聽到很開心 我們走走走 我們去 我們去 報我總監 他是總監 總監 左營的總監 永遠的總監 總監 我們陪你吃飯好不好 他就說 好好好 坐坐坐 現在坐下去 我就開始拍馬屁了 我說 總監 你是我的偶像 你看看我 大家都這樣講 大家都這樣講 我說不是 一九五幾年的時候 你在台大運動場 台大運動場 有一個美國的 國務院派來的一個教練 叫做米勒 Mr.Miller 他在指導你跳 副滾市 跳高 副滾市 以前 東方市 剪刀市 現在 第一次看到了副滾市 現在 當然是 又進一步 八軍 英國是 副滾 很進步 觀眾生也站在那裡 也站在那裡 他一聽 人地失誤 都說對了 確實有這麼一回事 他就知道我不是在 親切公公而已 他才跟阿公說 那個Mr.Miller 我是說那個紅人 是印第安人 因為第二天的報紙是這樣寫 所以我就講說那個紅人 楊總管才跟我糾正 他說 Mr.Miller 他不是紅人 他是黑人 我說 奇怪 他不怎麼黑 對 他是不太很黑的黑人 可能有去染到那個白人的那樣 生都很遠 非常遠 他在奧運 奧運奧運 好像賀爾辛基奧運 拿到那個標槍銀牌 奉那個國務院 派來台灣去訓練楊總管 所以我才知道 知道楊總管有很多的事情 其實剛才我講的那些事情 都是我在看報紙來的 小說我非常注意他 楊總管他是我的偶像 確實是偶像 後來他告訴我說 他不只是這樣的 他跳高 他的蹭竿跳 他的蹭竿跳 他是全 人類第一個跳過五公尺的人 是誰 楊總管 第一個 第一個跳過五公尺 現在是六公尺多 那個時候跳過五公尺 人類第一個 楊總管 我說太偉大了 不得了 誰教你的 他說誰教我 我自己教我自己的 他是這樣子 是他自己教 他說那你 頭腦真好 他說我智商一百八 智商一百八 真的是他不需要人家教 他說他跟他透露 他說那個時候他的那個 空間 他的那個同寢室的 有一個 是台灣去的留學生 他是念的是好像是物理 他就 他那個 他就兩個人研究 他說用什麼樣的角度啊 起跳啊 那個高度怎麼樣 他畫 用物理去畫 去畫出一個一個 最好的一個姿勢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點 然後楊總管第二天 就按照這樣子去跳 他是說 我跟他之間是這樣子 其實楊總管是要他 幫忙 拿 因為跳不過去就掉了 然後桿子掉下來 你蹭桿跳 你要桿子一個人裝 沒有辦法裝的 一定要兩個人 一定要兩個人 他就請他 當他那個 那個 弄桿子的那個人 但是他當時 對美國那個 那個媒體 他就講說 是我的教練教我的 那個教練就變成全 全國最有名的教練 各學校各大學都來聘請他 說要請他去演講 結果呢 他說 他接到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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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的時候 他根本不懂得 撐幹跳啊 撐幹跳他不懂啊 楊總管去 竟然說是他 害得他不曉得怎麼辦啊 去找楊總管啊 所以他跟楊總管說 我要去演講你要跟著我去喔 好啊那你出錢就好啦 對不對 全美去到出國 就到歐洲也去喔 那個教練就說 演講的時候上去就講 這個 非常謝謝你們的邀請 因為這個整個訓練裡面啊 楊總管啊 他從頭到尾都是他在做的 他最了解 最了解 我只是指點一下而已 所以呢 請楊總管來演講 他就趕快溜下去 他講不下去啊 撐幹跳啊 是前進裡面喔 技巧是最高的一個項目嘛 像這種東西 沒有楊總管跟我講 我怎麼會知道 報紙上 沒有人那個 這個都是楊總管跟我講 很不幸他到了2007年的時候 就過世 他在 在那個濟南教會 在台北濟南教會 就做這次禮拜 我也有去 我也有被邀請去 這是我跟楊總管之間 的一個 的一個 過去啦 再來就是要講那個 濟政 濟政啊 他剛好是我的學妹 我們是 離行中學 離行中學 原來濟政啊 他是新竹侍女 新竹的 新竹侍女 結果他也是中三年運 拿 拿跳高跳遠 我也是拿金牌的 我不受 不受重視 可是他卻 很受重視 為什麼 因為他的 初中的學生的那個成績 跟那個社會那個 那時候叫省運 省運的那個成績 比他們還好 難怪他會受 受重視啊 他就認定說 這個人將來必有大成就啊 所以他就跟我 我們學校就花了很多的錢 就是免學費 還有生活 還有他的生活的補助什麼 等等 所以來到我們學校來 我們學校就是運動員 運動員很多 力行中學 現在沒有啦 這個學校 就已經沒有啦 他來的時候 他 我們都知道他是跳高跳遠 結果他 我在練 練跳籃 我在教另外一個人 跳籃 我是200D籃 高中的時候就200 400中籃 400中籃 在練的時候我就教另外一個人 結果記證就去請教那一個 我教的那個人 怎麼跳籃 我看到了 奇怪 他是跳高跳遠的 怎麼會來練那個 那個跳籃 原來他對跳籃有興趣 沒想到 十幾年之後 他居然在全世界 哇 因為跳籃 變成全世界非常知名的女運動員 最有名 也可以說是最有名的 女運動員 因為 那個一個人 假如說你 這一生 你打破一次世界紀錄的話 就已經很了不起啦 記證他 打破九次世界紀錄 九次世界紀錄 他創來一個世界紀錄以後 別人又把它破掉 破掉他又把 對別人的紀錄又把它破掉 這樣破來破去 破了九次 其中有四次是在美 是在德國 德國人的慕尼黑 就在那邊破世界紀錄 比賽 德國人就對於紀證 可以說是非常 非常的那個謎 非常崇拜 紀證 就甚至於把它做一條歌 叫做東方飛躍靈陽 東方飛躍靈陽 那就是紀錄啊 他的音樂的開始 那個前奏就是 紀錄 紀錄 這個是三千年前的時候 你拿桂冠的人 他就是要 要詩人要寫詩來紀念他嘛 對不對 紀錄就是這樣子 人家做歌 來紀念你啊 所以說 在當時那個紀錄 可以說非常了不起的一個 一個運動員 那個現在呢 他現在已經退下來了 退下來了 也是因為運動傷害 退下來 但是呢他還是 在體育界裡面 大家還是 還是大節大節 就季節季節 其實我兩千 到兩千多 兩千年的時候 我在左營 他來的時候 哇全左營的人 就去給他握手啊 他都很客氣跟大家握手 結果他看到我 蛤 學長 他就抱著我 他用抱我 還沒想到他都退休了 我還在那裡當老兵 你看 這是 這是 我跟紀錄之間 我那個 有這樣的一段紀錄 那為什麼我要舉 紀錄跟洋蔥廣 來作為台灣的那個體育運動的回顧 我是有目的的 我是有目的 為什麼 因為在整個所有的亞洲的這個體育運動裡面 從來沒有出過兩個這樣偉大的一個運動員 沒有 沒有 那個 那個中國有總共有 只有一個 我們很討厭講中國的事情 但是對這個人 我不得不提他 他叫劉翔 劉翔 劉翔 劉翔也是 一百一十高年 一百一十高年 哇 那也是不得了 他也是奧運的金牌 那個白人 黑人 通通都在他後面 在追 是 我不得不稱他為英雄 可是他這個成就 跟洋蔥廣跟激政他們那個時候的成就來比較 還差得遠 還差得遠 差很遠 劉翔現在媽媽已經都推下去了 但是你要知道 中國有十五億人 只出一個劉翔 我們台灣 那個激政洋蔥廣那個時代 台灣是千多萬人而已 不是現在說兩千多萬人 不是現在 他只有一千多萬人 我們就出兩個 比現在那個劉翔 還要出名 還要偉大的一個運動員 所以 我說 我在說 我們的 那個林瑪麗有嗎 那個 那個醫院的那個 那個 林醫師啊 林瑪麗 他用血液 他是世界 血液權威嘛 他就用血液研究嘛 他說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台灣人 不是他們漢人 都是 都是那個 美鳳 或是那個 國燒的 混種 漢人 只有只有一趴而已 當然 血液裡面的只有一趴 他證明說台灣人 都不是中國人 我現在就不再證明就是說 拿他們兩個來說 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的DNA DNA就是 就是遺傳基因嘛 一定是比中國更好 對吧 這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 一個 見證嘛 那有些人 我會說 欸欸欸欸 不能這樣講 中國那邊那邊 金牌的很多 歐林比股很多 我在這裡就是要做一個解釋 我現在在說 說是電經 田徑 其他 不是田徑 包括我抗手套 也不是田徑 它的田徑 是追求人類極限 追求人類的 生理的極限 的一個項目 啊 其他的項目呢 它是在追求人類 技術的極限 技術的極限 的項目 生理和技術 不同 你技術 你要訓練 要花時間 所以差不多 中國那邊那邊的選手 一天訓練 一天八休息十休息 十休息 十休息也在練 練到 有的人死狂窄 腎臟初學 我聽一個 中國那邊那裡的 一個教練 學者 他也是學者 他說 他從前練到最後 腎臟初學 所以不得不退下來 你喔 初學 你沒辦法你就走 你就走 反正喔 他人多嘛 人太多了嘛 選手實在太多了 我們台灣沒辦法了 他們喔 有那個篩選 他篩選 就是那個 從那個肌肉 夾一塊肌肉出來 去研究 Biopsy 給你捏一下 我們台灣 你如果這樣 好好的 去那家庭 都給你鼓 對不對 我們台灣沒辦法這樣做 那他們沒辦法了 你練習 練習 練習一百的一千人 對他們來說沒有影響 一點沒有影響 因為人 太多了 所以你如果 練武士 當然是世界大了 技術 他可以花很多的時間 在那裡訓練 可是田徑 田徑 獨獨的田徑 你 你不可以用這樣的訓練 你如果一天跟他訓練 說六小時八小時 你怎麼會跟他訓練死 真的訓練後會垮掉 這個人都好好的一個人 好一個人才 都會被你訓練的垮掉 不能 你一定要有適當的方法 跟適當的量 跟科學 加上他最優秀的DNA 遺傳基因 才能夠訓練從 一個田徑的世界第一 所以我 拿電腱 來在比較 就是 我您就是在這裡 因為方式不同 訓練方式不同 因為我 我也是 我就是 電腱 我英國是連電腱 那樣 不然改作放手 所以這兩方 這兩界的事情 我非常了解 非常了解 我在這裡證明說 我們的洋蔥廣 我們台灣人的那個 電腱 比中國 更好 很大 這就是做一個回顧 時間 我們就開始要進入展望 展望 我就是 展望就是說 我有提出幾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 體育組織的一個要改組 要改組 因為我們現在 體育運動最高的單位就是 體委會 現在好像從今年1月開始又改成那個教育部裡面的體育署吧 不管是怎麼樣 體育署的資料 我沒有 體委會 他是 1997年 掛牌 那時候 我就是 國家隊的總教練 所以我非常清楚 他們是在幹什麼 我們第一年 那個連戰 連戰 他硬是給他掛牌 掛牌了以後 民進黨就說 你 要把你拼牌 最後協調 那看 看你這一次亞運的成績怎麼樣 那時候就是曼谷亞運 那時候他未來他自己的生存 很認真 對這些教練宣說是好得不得了 那一年的成績創下全台灣有史以來從來沒有那麼好的成績 在1994年之前有28年的時間在亞運是零金牌 1994年是七塊金牌 到1998年四年來的 啪一段它比十九點 這個是台灣的那個運動史裡面最高點 那麼 他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體委會就載下去了 就不去用拼牌 拼牌就對了 之後開始就在做過了 他就 這裡有一些過期的措施什麼 那製度啊 我對他們很無用 所以他就改 就改 好的製度 他不延用 因為對他來講太忙了 那 把好 他因為更改製度 他整期就 政策全部都改掉 所以我現在2006年我就去那製度 就是這樣 到那製度就顧不了 民國官顧不了 因為我知道 他們做的是法律邊緣 他說我有公告啊 我這樣改也有公告 我說你公告在哪裡 我從來每天都在看體育版的那個 我從來沒有看過 他說我們公告一個月呢 他說哪這麼開玩笑 那我怎麼看不到 他說我們在這個 行政院的那個 外面的那個 布告欄啊 他 他 在行政院的布告欄 都要公告一個月了 這個鬼趴了 那殺人說 每天沒事都跑到行政院去 聖書院那經常都被騎 騎兵地啊 殺人要去看 有的沒有的 那是專業人員喔 那是專業的記者啦 那是那個律師啦 那是那個地政事務所的 那地政的那種 他們都有法律在更改什麼 還沒有注意 我們體育運動人員 誰去管理那些東西啊 他就是做法律 把他改掉 所以我過他命 過他命 沒關係 所以兩千共十年 林博士跟我說 欸 柏仔你 你來看 體育運動啊 我好 好好 這個機會來了 因為 什麼樣的 是好賣 要怎麼去路 好我太清楚了 因為我 這六十幾年 我不是只有在那裡看說他們 這樣 起起落落 我是躺在裡面 在起起落落 我也是躺在裡面 所以我就 好不猶豫我就戒下來 第一件事情 這個體委會 我一定會改說 因為你們 情侶討主 他們都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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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及格 高考沒有考 他們高考及格 但是 你很會念書 相對的 你對體育運動 不一定有熱情 體育運動 最重要的就是熱情 現在你 你所有的 體育運動 所有的事物 他保山保海 農總他在管 你農總要把我聽我的話 這實在是真是那個 但是他有沒有那個熱情 或是專業 他有嗎 當然也有 沒有啦 但是呢 都是 空空而已 你有辦法 你怎麼做的 國手 你怎麼做的 國家庭的高連 沒有 他們沒有那個熱情 沒有那個 但是 他有無限的權 權限 所以我要改做 改做 改做 三分之一要切掉 你去做你其他的公務員 三分之一就是怎麼樣 你有專業 要有專業 專業什麼 就是編列預算 這個體育運動也要預算 要向國會申請 這個預算 運動員比較不會 教練比較不會 你們高考不及格 這裡你們可以變成很專業的東西 你要來協助編列預算 然後到國會去爭取預算 在國會爭取預算 你必須要本身就是公務員才行 你不能親餐人家去那裡 要罰 不可以給你這樣 對不對 你爭取這 預算以後 你交給 行政單位 這裡的體育單位 國體育單位就會使用 你要監督啊 他們用的對不對啊 最後要結算 你要監督啊 他們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亂搞啊 這些工作你們來做就好啦 你們是專業啊 有你們這些來做 其他呢 損失賽的事情 拜託你不要給我插 搞好才挑運動人 體育運動人 在體育運動人是什麼 我就是說 在於你只是運動 自己在運動 要教練 其他一些行政還是什麼 教育還是什麼 還要有 還要有熱情的專業人員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在大學裡面 那個體育系 還是體育大學的那個教授 他們喔 他們都是非常學有專精的 都是在外國去研究什麼 去研究所什麼 念博士 碩士博士 他們有很高興的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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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知識 專業學術 可是他們用的並沒有完全發揮 他們什麼 用在什麼 用在大學運動會 喔 我這個大學 這個大學我們金牌比你們拿 比你們拿還多一塊 多兩塊 而且比這個就不是說 對我來說 那算什麼 我們要的是國際金牌 對不對 你可能是你們現行好的那個學術 沒有用在這個社會體育 沒有啊 你可能用在學校體育這樣而已 所以呢 我 將來就是說希望能夠立法 就是說 對這些教授 學者 他們要升等 就必須要把 你過去有沒有對社會體育有過貢獻 你要有貢獻 有成績出來 加油你要升等 譬如說副教授要變成教授啊 你要升等啊 你有沒有那個過去有沒有這個 這個過去的在社會體育裡面的服務 貢獻 有沒有 沒有 那你等一下 別人有 別人先上去 或是你要選 要選 會主席 或是要 院長或是校長 這些升等 你就必須要拿出 你 對這個社會體育有沒有貢獻 這樣喔 才能夠把這些 才能夠把這些 學術裡面的 這些那個東西啊 這些智慧 拿到社會體育啊 國家的這個運動員 才 才能夠享受這種科學的訓練啊 成績才會好啊 現在都是在大學裡面 在象牙塔裡面 你要走出象牙塔 這 這個是我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那個 政策之一 時間也很 都已經到了 已經 驚一生 還有一生吧 已經 啊 噹兩次了 以後以後 還要那個 這樣喔 最後就是說 要照顧這些選手啊 高齡啊 要在立法上面 要讓他們說 有糖啊 生活上 無憂無慮啊 我敢保證啊 十年來裡面 會變成 亞洲 亞洲 那個那個 體育槍國 幾十年來裡面 變成世界 體育槍國 我有這個自信 因為 我曾經看過 好不好 那 我就 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 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